卓博源现在被影射 涉嫌透过了白手套伟蒙公司来索贵 那么这间公司呢 还承包了彰化县府40多项的工程 虽然卓博源之前出面否认 还打包票说 在他的任内 伟蒙公司完全没有承包过任何的工程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证交所公开的讯息网站 伟蒙公司曾经发布了重大讯息 他有标过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的标案 当时业主呢还是彰化县政府 整个得标金额高达了27亿元 那么其中呢 伟蒙公司承揽的就是48%的业务 当时的业主就是彰化县政府 所以等于是卓博源打了自己大大一巴掌吗 好这个说法马上就被戳破 本人担任县长的任内 伟蒙公司没有在县政府承包一毛钱的工程 没有任何承包的工程 保证伟蒙没有在自己任内 包括任何工程 但证据会说话 赏了卓博源一个大耳光的 正是这家伟蒙工业 查询证交所公开讯息观测站 编号8925的伟蒙公布重大讯息 时间点就在卓博源县长任内 民国100年5月19号 说明伟蒙参与共同投标 已经取得彰化县政府 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的标案 再往下看更详细内容 标案是在公告前一天 5月18号标得的 绝标金额27亿元 伟蒙承蓝比例48% 业主白纸黑字就是彰化县政府 伟蒙公司没有在县政府 承包一毛钱的工程 没有任何承包的工程 对照伟蒙公告 卓博源的说法破功 再看看里面提到 工程是跟采蒙公司合标的 采蒙公司又是什么来历 上经济部网站一查 点开董监事资料 公司四位董监事赫然发现 伟蒙总裁赖文正的名字 再进一步对照两家公司赖文正的角色 赖文正在伟蒙持股高达8成2 采蒙的持股也有将近8成之多 虽然指挂名董事 却是两家公司最大股东握有实权 也确确实实在卓博源任内 包了彰化县政府工程 卓博源被报 把赖文正当所谓白手套 未必失真 但说伟蒙没有包过县府工程的说法 现在被抓包 内面引发内幕疑云重重的联想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